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朋友,欢迎来到Milton县 那么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是非常的严峻 今天我们也看到国际货币经营组织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我们的GDP,它是给到的是2.8个百分点 也就是GDP增长2.8% 那么它这个预测我觉得应该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确实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个经济形势真的非常非常糟糕 那么OECD为战争付出代价,世界经济将放缓 我们来看一下 法新社巴黎26日店,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今天表示 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明年世界经济将受到比先前所预测更大的打击 总部位于巴黎的OECD发布一份题为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惨淡 报告,宣称在生活成本以快速飙升的状况下,战争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OECD称,这个美国德宝套餐能持续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而随着各国央行争相未过热的物价降温 上升的利率也影响了经济成长 OECD报告中说,许多指标已转向更差,而全球成长的前景暗淡 OECD表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成长停滞不前 许多军事体的数据现在皆指向一个长期的低迷成长 而该组织对全球经济2023的成长预测 已从6月估计的2.8%下调是2.2% 二十国集团中除了土耳其、印尼和英国外 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前景都被下调 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2023年成长将放缓至0.5% 中国经济受到严格的疫情封锁打击 今年成长预测被大幅下调至3.2% 2023年的成长预测为4.7% 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明年预计将陷入衰退 而今所见已萎缩0.7% 较之前预测下降2.4% 在欧洲德国经济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因为它极端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而莫斯科尼斯为报复西方制裁 以大幅削减天然气的供应 欧元区整体将呈现0.3%的微弱成长 较原先预测的1.6%大幅下调 OECD此前已下调2022年的全球成长预测 目前维持在3%不变 为凸显俄罗斯入侵乌亚人的影响 OECD称现在预计2023年的全球产出 将比2021年的12月战争前所估计的要降低2.8兆美元 然后为抑制通胀 各国央行纷纷提高利率 这是必要举措 但也可能将经济推向衰退 OECD称货币紧缩是全球成长减缓的关键因素 OECD警告 全球经济预测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2023年更严重的蓝料短缺 这可能使欧洲经济进一步减少1.25个百分点 并使全球经济成长减少0.5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要看到 这个是比较权威的报告 确实 我说过了 我们即使是在今年情况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我们依然是名列世界前茅的 即使是到了明年 我们 它是算进去我们动态清零政策 疫情反复 这个还有中美对抗这个大背景之下 经济还是能保持个4.7左右 那可能我们会表现出来一种韧性 稍微能往 能在上面增加一个百分 增加个0.3个百分 到达5吧 5%吧 还是在缓慢的前行当中 那么老兵说过 现在全球 由于新冠俄乌战争 发生了这个恶性通货膨胀 由于美国这种加息 对吧 美联储的加息 再加上这个能源危机 导致了全球的经济越来越差 现在很多东西都在贬值 近年你像中国国内的二手车市场 我稍微去问了一下 那二手车都跌得很惨 跌得很惨 我举个例子 前两天去奔驰4S店 对吧 找朋友玩 正好有一个老板 他这个车站在美卖车 他是22年3月份买的 奔驰机LE450 落地有80万人民币 那么经过这个疫情 等等这段时间 加上今年这个中美新人战 打得这么猛 他的这个车子 开了800公里就卖了 但是折了21万 就59万 就59万 折了21万 你想想看 他折了21万 还不是59万 还是50万出头的 因为还有够出岁 你要算进去 你想想看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不是说中国特有的 因为美国不想跟你 再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了 他要跟你走向全民的敌对 那全民的敌对 势必带来经济动荡 政治动荡 社会动荡 对不对 所以说我早就说过 从川普对中国打贸易战开始 再确切地说 奥巴马打那个金融汇率战开始以来 一年都是比一年逍遥条的 现在说实话 很多网友眼睛很尖 说现在美国这个美联储加息 不就是在打他妈这个汇率大战吗 不就是还是重拾奥巴马 他们那一套吗 汇率战的那一套吗 确实是啊 但是即使在这样情况之下 我们依然是 这个在这里扛住了 扛住了 那么 这是一个未来经济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我们不是专门来就是说纯粹分析经济的 而是说从一个震惊的层面去看一看 也希望各位网友 对吧 你看现在这个消费降级 对不对 经济下行 所以说老兵也希望各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 现在不是创业的时候 不要去随意创业 创业你赔死 亏死 现在就是稳稳荡荡的找一份工作 上上班 可以了 别想别的事 保持一个最低需求 OK了 中国国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连锁品牌 叫密雪冰城 我相信在国内的网友应该都很清楚 这个密雪冰城现在要上市了 它的这个门店 现在越开越多 把原来的那个中高端的那个奶茶店的门店 全部给吃掉了 因为那些店倒闭了 为什么 消费降级 对吧 密雪冰城 它的奶茶六块八块 十块钱都能喝上 对吧 低于十块钱都能喝上 虽然说味道一般性 甚至有些难喝 但是 它满足了最低消费需求 这种店开的越多 不就是代表了 经济现在在萎缩吗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大环境 谁也改变不了 所以说该省的省 别的那个乱花钱 老兵就是这句话 美媒中国泥收缩一带一路计划 推2.0版本 美媒9月27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中国正在大幅调整一带一路的计划 内部讨论称其为一带一路的2.0版本 华尔尔街日报引述参与制定政策的消息人士指 在花费万亿计美元的金钱后 中国开始收缩一带一路 正在正着手讨论更为保守的计划 并在内部讨论称之为一带一路2.0 报道谈到西方领袖批评中国提供贷款的做法 又指其是债务陷阱 据消息人士指 新版计划会更加严格的评审新贷款项目 至于通过不愿接受的贷款损失和债务重组谈判 中方也转为持开放态度 中国国务院中国财政部暂未回应有关报道 中国外交部则倾向该报书面表示 中国将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促进一带一路的合作高升上发展 现在是你一带一路 说实话 对不对 咱们也撒了不少钱了 关键是现在经济不好 这些 而且是美国的 它的这个 对吧 加息很恐怖 让这些放眼中国家苦不堪言 国民财富被美国收割 那它的货币就不值钱 那它就是什么 债务越来越猛 它还不上债 而我们借给他们的钱 虽然说我们的利率啊 这个就是这个利息啊 是低于这个西方的 但是 他们给不出来钱 那给不出来钱能给你啥呢 是不是 你说你 你不是 如果说是一些战略的一些国家 比如像斯里兰卡 汉班托塔港 还可以让你中国军舰来停靠一下 对吧 可能未来你还有军事基地要过来 但是 啊 我们可能啊 出去的钱 比收入进来的要啊 多的多的多 而且很多国家 你看 这两天我看跟什么厄瓜多尔 搞那个什么债 债务的那个谈判 啊 免了他大概16个亿美金吧 对不对 最近他拿什么交换的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啊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我们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啊 我们 我们必须要啊 谨慎啊 免得到时候血本无亏投进去的钱收不回来 啊 是不是啊 你给他造了很 他进你的款造了大桥盖了大楼 这个铺了这个路 搞了这个什么这些电站啊 他到时候都是产能过剩 车也没有车子跑 啊 也没有这个发 也没有这个这个用电需求 啊 到时候我们我们要曝露他们发展起来 到时候都说都沦为空谈 也就是我们可能一带一路 啊 在有些国家我们搞了一些项目 啊 他们被美国这边一加息 啪 他啥也都没有了 他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座水大坝 只有一个水电站 他其他的东西 啊 几乎都没有 钱也还不上来你 那你说我们要这些东西干嘛呢 对不对 啊 所以说我们对一带一路这些项目啊 基本上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啊 去去这个投资 去放这个贷款 啊 放这个贷款 啊 当然了 我们的一带一路整体这个项目 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对吧 现在中国它是成为一个 对吧 我们的西部全线贯通 啊 新的项目都在造 中级屋铁路啊 中国之阿富汗的这个啊 经过塔吉克斯坦 经过到阿富汗的 陆路的这个运输 也都贯通了 这就是好事 等于说我们现在 是两手抓 一个是我们的路 路权海权 我们都要 海上 对吧 我们不停的控制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之间 然后我们在海上一些关键节点 关键水域的控制 这个很重要 我们的潜艇各就各位啊 就是定期换班 控制相关啊 关要冲的海域 这个海上要塞 对吧 然后我们的水面舰艇 质量越来越高啊 这个活动范围啊 做三半径越来越大 对吧 航母基本上 要会搞好多条 这是要维护 我们的海上的这个利益 我们呢 啊 陆路上 西部要全线贯通 政治力量 我们的中国政治力量 要进入到中亚地区 进入到中东地区 对吧 进入到南亚 进入到东南亚 对吧 确实啊 你看这一带一路 你比如说中老铁路 也是一带一路的项目的 中老铁路 你看已经 货运已经突破一百个亿了 对不对 已经一百个亿美元 已经突破了 而美国搞的 IPEF 到现在他妈的开会 还没开成功 对吧 欧洲搞的所谓的 什么的抗亨一带一路的 什么欧洲 什么计划 对吧 也没用 也根本就没落地 拜登讲的这个 他美国版一带一路计划 也没有落地 都没钱 兜里都没票 你欧洲更别提了 你跟中国抗亨 你就是扯淡 所以说我们在 这个西部到中东 照这个 因为跟这个西欧嘛 也就那样 对吧 但是 我们的这个中欧 班列 确实 这个 这个是翻了一番 拿这个货应量 所以说在 陆路上 我们照样跑 在海上 我们也照样在发展 两边都发展 两手抓 所以说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 还有这个陆路 陆路丝绸之路 我们都搞的 还是不错的 我们是很务实 所以说 重点是我们周边的 这些国家 比如说你说这个 中尼铁路 马上要开进了 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对吧 因为大家要知道 一带一路 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项目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们看地图上 我们很多高速公路 到了我们的边境 就断头了 完完全全 我们可以把这个高速公路 变成周级高速公路吗 对吧 直接到进入到东南亚 进入到这个西亚 到中亚 到中东 铁路 高速公路 港口 全部都这样过去 对吧 将来以后 对吧 等这个疫情好了 对吧 我们从中国做铁路 直接可以到中南亚去 到中南亚去旅游了 泛亚铁路 对吧 然后再做铁路 直接走中吉乌铁路 直接到中东去了 对吧 走到这个中亚这些国家去玩了 这些国家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 已经实行免签政策了 这些国家都对中国 中国人实行免签政策 对不对 那就是 好事情嘛 大家就是走出去 在这个地方去投资 去干嘛的 所以我说过 未来的这个机会 都是在欧亚大陆 都是在欧亚大陆 但是呢 我们也要 看清楚一点 我们不能浪费钱了 不能说搞了很大方 到处大撒币 是吧 咱们不能搞那么大方的事了 因为 有的时候这些钱 还是要用在国内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到位的 因为 现在经济下行嘛 等于说很多人 满足一个最低需求的基础之上 还是要靠你政府 在这里拨款的 对不对 毕竟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债 是不是啊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中国你说 不对外去发展 也是不可能的 既要对内发展 也要对外发展 所以今天最急 就给大家讲一讲 目前这个形势 包括经济形势 包括这个一带一路 至少有一点 我们 可以明确的 在中国 通胀还是 控制在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经济的 还是稳 稳中有进的 我们还是在前进 可能步子迈小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在前进 好吧 对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老贝拉 喜欢你的电视过程 谢谢 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再说一说 就是这个布林肯 呼吁巴基斯坦 向中国申请债务免除 外交部回应 9月27日 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主持 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呼吁巴基斯坦 向中国申请债务免除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 自从巴基斯坦 遭遇洪灾以来 作为八方患难 与共的真朋友 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中国第一时间 采取行动 持人八方 中国政府已决定 向八方提供 4亿元人民币的 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民间 也积极伸出援手 我们将继续 为巴基斯坦人民 早日战胜灾情 重建家园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汪文斌强调 中巴两国在 经济金融领域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对此 巴基斯坦人民 最有发言权 美方与其 对中巴合作 平头品足 不如为 巴基斯坦人民 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个事情 我也想一直都说的 美国也就是 针对中国 这些一带一路项目 有意识地 买通这些媒体 有意识在国际上 搞政治炒作 说中国搞这个债务陷阱 实际上大家知道 中国没有这个债务陷阱 为什么 是他们还不上来钱 我们其实是 最冤的 但是美国 在美国西方的 这个舆论机器下 成为了我们 故意 让他们 这个 还不了钱 好像我们利息很高 中国的利息 远远低于西方 放给这些国家的利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当然选择中国的资金了 但是 美国要要摸过它 美国还要在当地 通过NGO组织 煽动 当地一些民众 来抵御 中国的这个 一带一路的 这些计划 你比如说 在缅甸的这个水电站 对吧 不就是美国煽动的吗 尤其在昂山苏季时代 就给它停了 密松水电站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 我们在政治上 也是要防御的 尤其是 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 我们的这个政治力量 也是要介入的 好吧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感谢观看